澳洲认可中国国药疫苗 为国际学生和技术工人反澳铺平了道路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点话题部分 我是Kathy 澳大利亚药监局TGA发布声明 确认了中国国药疫苗和印度Covincin疫苗为认可的疫苗 这将适用于12岁以上接种过Covincin疫苗的旅客 或18-60岁接种过中国国药疫苗的旅客 联邦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一决定将使这些旅客有资格前往澳大利亚 而在此之前 只有澳大利亚被批准使用的疫苗 以及中国科兴疫苗和印度的Covincin疫苗 才能在国际旅行方面得到TGA的承认 TGA发言人明确表示 这项措施将对国际学生负傲 以及技术和非技术工人前往澳大利亚 产生重大的影响 此外公文上还明确强调了 那些至少隔离14天 接种两剂TGA批准或认可的疫苗的人 且接种两剂后已经超过7天的人 将被视为完全接种 而这包括同源和一元计划 也就是说 在TGA批准或认可的疫苗中 接种两剂相同的疫苗 或两剂不同的疫苗 都是可行的 这也算是正式宣布了 混打科兴和国药的疫苗 也将被澳洲视为完全接种 将可以免隔离入境 这意味着将又有一大批中国的留学生和旅客 将反澳的主动权握回到了自己的手里 这些旅客反澳后 将会对澳洲的经济做出多大的贡献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一期节目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啦